至少我想把这张图改一下 因为不管怎么样都是直挑图 不好看 这也是事实 所以各家医院 各家医院 好 这边有一个图叫漏斗图 顺便介绍一下漏斗图 所以请点它 漏斗图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漏斗图它最大的缺点 实在太多了 漏斗图它可以让我们去看 那个贫富差距 就是各医院 14日内在住院的一个变化程度 这个变化程度 好 我想要跟你们分享这个观念 漏斗图 那就看那个 ROC curve ROC curve 图片 你知道ROC curve 它最主要是在说什么事情 就是说当我们今天 当我们今天马上有就直接跳 跳到多少 超过0.5%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慢慢 就是它其实是应该是一个这样子 一个圆弧形的一个变化 圆弧形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它一刚开始的时候 它就直接冲上去 然后接下来在这边是缓缓的增加 然后接下来又跑到这边 然后开始又变平稳 所以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切点 那个切点是有意义的 或者是我们这样来去看好了 来去看 这边是不是直线的往上冲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不是开始一个回稳 所以以为基分的切线 就是那个斜率 你有没有发现 这边这个斜率是这样子 然后这边的切线是这样子 所以那个交叉交集的那个点 是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切点 我们把这个点叫做罚级 接下来你有没有发现 从这个地方变到这个地方 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去分析 这些医院有没有一些什么特质 然后接下来这边你有没有看到 这个切线 这个微基分里面所讲的那个切线 跟这边所讲的切线 请问这个点是不是就是我们的交叉 然后我们就去看 这个点内的相关医院 会不会都是什么 比如说教学医院 然后接下来你有没有看到 这一个区块 因为这边这条切线 这条切线 又跟这条切线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又产生了一个切点 可以吗 所以这边会不会是所谓的什么 住院医院 那这边是不是就是一般的诊所 这就是可能是我们 希望进阶探讨的一个问题 就给你们参考一下 可是因为这边这张图也不适合 实在是医院的那个 就是医院的 有几家 实在太多家了 所以我觉得还是改回来 我们刚刚的这个 救客 是在医院中间的医院 因为这张图也有帮忙